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江西旅游报道春节特别节目江西年味 带你走进江西品味江西的传统年俗文化 给大家伙拜年了 今天是大年初一 祝电视机前以及手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古年苦苦生为荷包股 龙生虎月是是星啊 春节期间我们江西旅游报道将推出特别策划江西年味 为大家呈现一个原汁原味的江西年 俗话说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在江西过年自然是要过一个充满江西味的年呢 除了铁春联 吃大餐 拜大年这些个家家户户过年时 必备的活动之外呢 江西各地啊 还保留着最传统最热烈的迎春方式 那就是五龙灯 说到这儿啊 咱们赶紧去 南昌青云谱 城南村史家寺堂 瞧瞧 这里的新年龙灯已经在腾云驾雾翩翩起舞了 罗骨喧天 灯笼高挂 聚龙翻腾 在南昌的青云府城南村史家祠堂 新年的城南龙灯正在腾云驾雾翩起舞 龙是中国人的吉祥物 每逢元宵春节等重要的传统节育 中国人都喜欢通过五龙 鹤新春 闹新春 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在南昌坊间有句古谚语 叫杨家的轿子 聂家的行 史家的板凳 爱死人 说的是城南史家村板凳龙的魅力 而这便是城南龙灯的前身 过年的时候如果五龙的话 这个年就白过了 就没有味道了 所以五龙是最热闹的 一五龙就代表这个春节到了 作为民间喜庆文化的代表 城南村五龙灯 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我们的主持人 也被气氛感染得热血沸腾 兴奋地加入了五龙的队伍 刚刚起研王一帆 我跟你说真的太幸福了 看他们是这样一朝一世的 但其实每一次挥动 都需要掌握技巧和力度 还有那一份满满的 过年的情侠在里边 虽然累 但是并快乐着 满满的年味太爽了 浓郁的年味包裹着史家祠堂 除了接龙五龙 城南村过年保留项目 那就是一定要在自家祠堂 来一顿热热闹闹的团圆年夜饭 新年五龙 年味更浓 过去老南超人传统年夜饭非常讲究 有着经典的标准六道菜式 俗称四盘两碗 寓意着六六大顺 现在虽然时代早已变迁 但城南村人一直遵循着老传统 蹄花 土鸡 豆腐条 水笋 四盘主角 配以炒年糕 瓜子两碗 构成了城南村人 独特的年味美食 除了四盘两碗 城南村的团圆饭上 一定少不了胡羹的身影 在南超的方言里 胡 胡念胡 念福 有些老南超人喜欢把胡羹 叫做福羹 吃上一碗热腾腾的胡羹 寓意一年福气迎门 趁着这股热乎劲 大伙一边吃一边聊 家常离短 亲友离聚 不断不涌出来的新鲜事 在舌尖上翻江倒海 欢迎前进 欢迎前进 老姐姐家家 一年比一年 老姐袖子加油干 一年加油干 吃完这顿团圆饭 石河斌和他的族人 又要开始忙活起来 像海外很多华人华侨 他们说我们是 中国人是农的传人 所以我们春节也要无农 比如说像美国的唐人鸡 像德国法国 很多些华人社团 他们春节都要无农的 我们的农的就做得比较好看 而且因为是我们江西的南昌的 城南的传统 现在在世界各地 都有我们的城南隆登 代表我们中国文化 中国元素 比较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我们的城南隆登 言谈中 作为城南隆登 飞移传承人的史克斌 透露着满脸的自豪 为了让城南隆登 游遍天下 史克斌不断将新技术 新材料 新创意 融入传统隆登制作 是城南隆登走出国门 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 隆登生产基地 五隆登 不光热闹 还寄托着人们 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五年了 在这儿呢 我们也再次 祝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日子越过越红货 好了 五万龙登 吃完南隆的特色美食 胡庚 接下来 咱们的江西年味之旅 要去哪呢 上饶的阎山 要知道江西的美食 那数不胜数 那么哪些美食 是过年必须吃的呢 各地都有不少 自己的宝藏美食 在上饶阎山 有一道小吃 不但是上饶 最具特色的小吃符号 在无法计数的美味面前 这道小吃 一定是上饶人 年夜饭 饭桌上啊 压皱好菜 这里拥有 中国最美的乡村牧原 世界自然遗产 三青山 世界自然遗产 一阳归风等 众多名胜古迹 且先后被评为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 这就是上饶 江西旅游报道 春节特别节目 江西年味 今天将要走进上饶 沿山县 在安州村 寻找着这道 撩人的年味 据说这道年味 是逢年过节 必不可少的美食 吃起来是回味无穷 唇齿流香 为此我们来到了 当地一户热情的攀甲 他们将会告诉我们答案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咱们也给全省的 万佛拜五年好不好 来 三二一 新年快乐 哎 那说了这么久啊 咱们这个年味到底是什么 年味到底是什么 让我爸爸来做解答 啊 说说 我们的年味就是 登展果 登展果 每件每户都有的 嗯 就团团圆圆的这个 长得圆圆的是吧 我们大家一起都 马上就做的 那这个这个难不难做呀 比较难的 我们马上去做 走 我们去做年味了 走了走了走了 登展果 早在明朝嘉靖年间 流传开来 百年已过 登展习俗 星火相传 呈盐山特色 现在是流行于 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 一阳县 恒丰县一带的 地方特色小吃 这些地方都有 但为什么偏偏 却只有盐山的登展果 最出名 它有哪些不一样呢 我们这一步是在磨什么呀 磨米磨 磨米做登展果的 哦 这这个是 这是叫艾叶 哦 艾叶 那为什么要加在 这个登展果里头呢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你杀的 啊 艾草叶 别名铁秤驼 和马草 是一种多年生草本之物 有去风 除湿 等功效 所以和大米一起 磨出来的汁 用来制作的皮儿 会更有弹性和韧性 从而也带有 艾叶的清香 这就是盐山 登展果的特点之一 磨这个米浆啊 对啊 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吧 那都感觉不错吧 还可以啊 我觉得很轻松啊 我可以胜任 我们盐山的特色 那这一步之后 咱们做什么呀 麻烦下锅吧 放在锅里去浓 哦 接下来就是要把 磨出来的米浆下锅 而且只能用农村柴灶 熬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 才算得成 这个水都没了 再搞 全熬干啊 全熬干啊 那换家必须换油换盐啊 哦 姜水熬干 这真的是一个体力活 盐和油的加入 是为了熬出来的面团 不粘锅 而且带有味道 那如果我在家用 那个煤气罩烧可以吗 烧不起来的 做油力气很大的 要粘 煤气罩烧不了的 我能试试吗 是两个 已经掌握了精髓 来来来 来来来 我不行 所以我觉得 没有一个经验 和这个默契程度 是做不到的 我觉得我 来来来 热腾腾的爱叶米团 出锅了 这做灯斩果 还有一样不可或缺 那就是馅 这个馅里头有什么呀 我看一下啊 有这个 有肉啊 有豆芽啊 有香菇啊 灯斩果的馅儿 是把白萝卜 黄豆芽 新鲜猪肉 香菇 通通切成小粘 再放入锅中 用微火 边翻炒 边加入调料 出锅冷却之后 再放入适量的淀粉拌匀 就做好了 这个爱叶米团 一定要揉成像小碗一样吗 对 这小碗 它中间装那个馅的 所以这个就是团团圆圆的意思是吧 中间有这个馅料 对 大家一起捏着皮儿 聊着天 热热闹闹的 灯斩果因底部像碗一样 包裹着美味的馅料 就好比这个家 容纳着这么多可爱的家人 象征着团团圆圆 一个个灯斩果放入蒸笼当中 慢慢地等待着蜕变 等待成为美味的年味 灯斩果好了 哇 好香啊 一起去吃年饭 吃年饭啦 走啦 热情的潘叔叔 潘阿姨 开始了一顿忙活 一桌美味的年夜饭 准备好了 来 来 来 吃丁炸笼 来 来 吃丁炸笼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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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过年是一定要吃的哈 一杯 来 尝一下 一定要吃的 好 尝一个 好 可以吧 好吃 它的皮是那种 很有韧性的 坤修的 很弹牙 里面的鲜呢 炒得特别的香 而且都昏乎搭配一样美味 并且呢 一点都不腻口 丁炸笼好吃 就是够起一天 好 谢谢 像这个骨啊 我吃的话 每次一吃的话 可以吃20多个 真的假的 对啊 我好像说明你很喜欢吃啊 就算一口一个吧 哇 你讲的时候过年是不是 最盼着吃灯丹果 对啊 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这种 家乡的味道 江西市鱼米之乡 有着最为丰美的小吃 各地独有的食材和烹饪方式 创造出了小吃的百般滋味 看似简简单单的小吃 在江西人的心中却是 连接幸福生活的美食密码 好了 明天的节目呢 请继续跟我们一起 踏上江西年味的旅途 感受不一样的江西年味 咱们明天见